這次的封邊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這個邊 稍微擦一下,讓它比較有油 擦乾淨,之後就直接塗UV膠 直接塗UV膠 或者是你可以用鋼化封層 鋼化封層是會讓表面比較硬一點 也是蠻好用的 這幾點 如果它沒有很平就稍微鋪平 把它鋪平或是等它留平 這個鑽角的地方可以稍微掛一下 或者是你可以鑽角這邊直接稍微擦一下 讓它不要凸出來 那個膠凸出來 然後它會有點泡 削一下泡 這裡就先灶乾 這個方式就是拿一個PVC塑膠片 然後根據這個邊的大小 去裁一個長條形 要稍微多出來一點 不能不要剛剛好 裁出一個條之後 這邊一樣就先稍微擦乾淨 把那個膠或油把它擦掉 然後這裡就直接塗油力膠 一樣鋪平 鋪平之後消個泡 就直接把這個塑膠片蓋上去 稍微輕輕壓 可以看到它那個膠會被稍微擠出去 稍微擠出去之後 你這個邊邊也要稍微去擦一下 這個邊邊如果有太多膠 等一下會比較麻煩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膠能不濕是最好的 之後處理會比較方便 先灶十秒鐘 四秒鐘之後可以稍微扯一下 如果它還是黏的 那就再灶一下 不要灶太久 可以拿起來之後 它這邊會有多的地方 因為這時候膠還沒有完全乾 這時候就趕快 拿筆刀 把這個多餘的部分 可以先刮掉 因為這時候膠都還沒有乾 所以是很軟的 那這個刮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你的筆刀 前面一定不能 手不能在前面 要不然會很容易受傷 可以看到它是一個很乾淨很平整的一個邊 那板子做到後面的那個邊邊 可能會有一點點空隙 那這個空隙就可以塗一點 再接縫出這邊 稍微塗一點膠 如果比較突出來的地方 就稍微抹一下 把它抹平 把它照跟照乾就可以了 好現在是已經把膜都撕下來 那可以看到這上面還有一點沾到膠 那這時候我會噴點酒精 把酒精噴在紙上 衛生紙上 然後稍微這樣擦一擦 把那個餘餘的膠把它擦掉 那瘋喉的邊呢 兩種做法會有兩種不一樣的感覺 像是這個直接塗膠的 它的側面看就不會 就不是那麼的平 它是會有點弧度的 它的優點就是它會比較方便 比較不太需要去處理溢出來的膠的部分 那像這種 用透明板 去附的 它的邊就非常的平整 可是如果說是新手 或是很久沒有做 像我這個很久沒有做的 最近都沒有在做的 它的邊邊很可能就會被 比刀劃傷 那現在做到這裡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那後續 如果說有要做像這個要貼背景 就可以在這個後面 貼上可能金蔥紙 或是其他膠帶之類的 那這個像這種背面也可以貼 這裡有些可能邊邊不是那麼漂亮的話 可能有一點瑕疵 那也可以貼上一些 PT膠帶 貼紙之類的去裝飾一下 你可以直接貼上去 折住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可以像這個一樣 它上面這個呢 可以看到它是有點立體的 那這種的要怎麼做呢 這個很簡單 你就直接 直接拿一個這種 TVC塑膠片 然後把你想要做立體的貼紙 這種花 直接剪下來 然後貼在透明片上面 就直接找一塊 TVC塑膠片 然後把你要的 你要的圖案 比如說這個好了 剪下來 貼在這個塑膠片上面 然後再從塑膠片上面 把它剪下來 稍微修一下它的邊 那如果你想要讓這一個 這個貼紙 讓它有點 表面亮亮的 然後比較堅固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上面 貼紙的這一邊 這樣有力膠 就薄薄的一層就可以了 然後一樣削一下泡 然後直接把它 塑膠片 但這個有多塗來的部分 也沒有關係 因為你這個地方塗得很薄 你只要稍微 用剪刀剪一下 它就下來了 那如果說塑UV膠 要比較注意就是 因為它的膠會縮 你直接塑的時候它會縮 所以它產品出來會有一點 彎曲 那如果你要是平 整個平的可能就要 壓一下 那像這個 花如果你想要放 貼到這個上面 貼到你的流碼上面 就是下面塑一點UV 或是其他什麼膠 然後黏上去 這樣就會有一個 立體的裝飾 那我現在來示範一下 怎麼用這個 高透雙面膠 那因為我想要 讓這個背景 它是在 這樣子 就是貼這樣 可以讓它看到後面的那個景 那 因為它這個 這個算是自帶膠 可是它的膠是貼的地方 在後面 所以我們要把 高透雙面貼 貼在它的正面這裡 然後這樣就可以這樣貼上去 好那先 先比照一下大小 這裡我會習慣 不要拆太小 因為有時候 對齊的時候 太小會容易對歪不好對 所以會稍微拆大一點 那把一面的膜先撕掉 先撕起一角 貼好 貼好一角之後 用小刮板 就直接把這一面 先貼好 然後把空氣都排出去 然後就一邊拉後面的紙 然後一邊用刮板 推 讓它不會有氣泡 跑進去 那接下來也一樣 把另外一面的角 磨撕一角 然後 對齊 對齊之後 把有膠的這一個角 壓緊 讓它黏住 然後 少 拉著這個 這個膜 另外一邊 一樣用小鏟子 邊鏟 邊黏 這樣就比較不容易會有氣泡 跑完之後便便就可以把它 剪掉 剪掉之後就好了 它就有背景了 稍微淺淺的重視了一下 好那這期教學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好那這期教學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